好,各位同學大家好,我是何欣翰 本大學日文系的何欣翰 好久不見了 那希望各位同學在COVID-19的肆虐之下 大家都還能夠健健康康的 好,今天要跟各位同學介紹的是最近 引起廣泛討論的ChatGDP 這個AI文本生成 程式啊,還有 他如何應用在我們日語學習上面啊,這是今天我們要講的一個 主要主題喔,我們往下看 好,首先 我們介紹一下什麼是ChatGPT喔 啊,我們打開 電腦 這個網站的首頁啊 啊,可以看得到的是 他長這個樣子喔 啊,這裡有一個upgrade的2plus 他是要付錢喔,現在好像每個月20美金喔 大概現在相當於新台幣一個月要600喔 那會比較快 那 因為最近全世界很多人在用喔 常常塞車喔 在台灣我的經驗是白天比較不塞喔 晚上有時候可能就會無法登錄進去喔 那登錄進去的話 他的首頁就是這個樣子喔 那現在我們在 利用的版本是 2月13號的版本喔 那今天是 2023年2月18號 好,首頁長這個樣子 然後在這裡我們就可以打進去我們需要詢問的或者想要跟他聊天的內容 那我們來看一下基本上 他是什麼樣的 這個東西喔 那AI模型我們就先請他自我介紹一下 好,這個是在我的iPhone上面 其實我iPhone有設了一個捷徑喔 然後也是利用網頁 問他 你是誰喔 然後 他就回答了喔 我是一個原模型 名為 Travis PT 我是由 OpenAI 這個公司訓練的人工智能模型 可以用於 自然語言 處理任務 沒有錯 這是 主要 為什麼我會特別 錄這一段影片來介紹 因為他跟語言有關係喔 他是自然語言處理任務 他可以回答問題 生成文本 這也是最主要 最重要的地方喔 還有對話 好,我們再往下 那他的核心技術是什麼呢 我們在網頁上面 可以 請他自我介紹一下 自己的核心技術是什麼 然後有時候 一般用中文來問他 他 可能多數 多半會用簡體字來回答 那簡體字還不是那麼 熟練的 同學呢 也許可以後面加這個 請他用繁體中文來回答 那他就會用繁體中文來回答 或是用 那個中文的繁體字 好,他是屬於一種 自然語言處理的人工智能模型喔 他基於大量文本數據的深度學習心願 這裡有兩個重點 一個是大量文本 所以他的資料固執非常多 而且會越來越 越來越多 然後深度學習 Deep learning 我的意思是他只會越來越 處理的速度越來越快 然後呢,量會越來越多 然後可能 可以提供我們的訊息 也會越來越多 然後這些模型就同學自己看喔 我用的是保護眼鏡的模式 所以他的底色是黑的喔 那也許在畫面上 可能不容易顯現他的對比 不好意思 我們再往下看 其實我們在Google 的搜尋呢 除了 原來的搜尋 而已 還可以 開外掛 就是你再加一些 外掛軟體喔 比如說現在我在我的Google搜尋 軟體我就開了外掛 然後整個的 剛剛的 ChatGPT 也可以在他的回答可以同時在這裡展現 然後呢,我們同樣在Google這邊 詢問就OK喔 然後Google基本上他的回答是這樣子 還要你點進去才看,但確的GPT的回答就在這裡喔 這個 可以 有興趣的同學可以試看看喔 咳咳 這個要外掛什麼程式 咳咳 同學可能去網路查一下就知道了 咳咳咳 不好意思 咳 我們再往下看 那比如說我問他一個 不道德的請求 比如說 欸 請問一下我有兩個老婆 今天我不知道要去陪伴誰比較好 請 ChatGPT給我建議喔 然後他的回答是 很抱歉喔 這位AI模型 我不能支持或鼓勵任何 形式的不道德行為 所以他把我判斷這是叫不道德的請求 我先 說明一下我還沒有結婚所以當然不可能有兩個老婆 這只是試著問他一下 然後他的反應而已喔 啊 是這個樣子喔 他這裡能夠判斷出不道德的請求 應該是 他已經 閱讀了 吸收了大量的文本喔 然後 可能一般的社會概念是這個樣子 但是不一定是準確的喔 我們再往下看 那比如說兩位老婆在Apple Watch上面的回答 我有把 TradGPT把它設了短鏡然後設了捷徑 然後也 交到我的 Apple Watch上面的有時候 沒有戴iPhone 沒有用筆記型電腦 或桌上型電腦 只有Apple Watch的話在外面 那 也是一樣問了 同樣的問題 但是 這時候Apple Watch上面的回答 不是犀利喔 一樣是TradGPT喔 他這裡並沒有說是不道德的喔 反而 他會給你一些 有的沒有的建議喔 意思是說他的回答好像還不是那麼穩定喔 所以 參考 就好 我們再往下看 比如說學生呢 很容易問一些成績問題啊 都有出席啦 報告也交啦 但是學習成績就不及格 為什麼 然後呢 我們看一下TradGPT的回答 你都上課要準時出席 並寫完成所有的報告 但是沒有及格 那麼可能有下幾個原因 一個考試表現 沒有錯 學生在問的時候 這裡故意有一些陷阱喔 上課都有出席 報告有交了喔 但是如果有考試的話 考試成績不好 然後考試的比重可能佔 還蠻重的一個比重 那那當然你就可能會就不及格了喔 另外缺乏主動學習 這是屬於平常表現喔 等等喔 或者是有沒有盡量問老師問題啦 還有其他的因素 這個也都可以參考喔 這也是大部分可能在他閱讀的大量文本 之後呢 給的一般的 原因 那有時候我們人 不一定能夠 想得那麼的全面喔 在短時間喔 有時候沒有辦法反應過來 所以是可以參考的 但是不一定都是準確的 再往下看 那有的人可能會想說 咦他有大量的那個data了喔 他大數據啊 那可不可以請他猜一下下一期的Dalutra 號碼 因為知道歷史了嗎 就可以預測啊 一下未來喔 好我們看他怎麼回答喔 來 下一期Dalutra會開出什麼號碼呢 對不起 不行的喔 然後他也講喔 彩標號碼是隨機選擇生成的 而且每次選擇都是獨立的 沒有任何模式或規律可言 沒有錯啦 如果有的話就是了 我還想說是不是那個彩球啦 如果是彩球掉下來的話 有些彩球如果不是那麼圓滑的話 等等喔 那他可能也就是這裡有他的避免模式喔 就是避免來回答 這樣的問題喔 避免我們 人類投機取巧 利用大數據其實可以是可以 有時候是可以預測一些未來的 那如果我們換個方式來問呢 Dalutra中獎高頻率的號碼 這個你可有了吧 你從以前到現在的中獎號碼應該都有喔 那 頻率最高的喔 給我們一下 有的人可能想說 那就選頻率最高的那幾個啊 全部勾一勾啊 去送看看 好 所以我就 隨便請他 選出 那個 出現頻率最高的前20個 好以下呢 他真的都有 他是 Dalutra中獎號碼出去 出現頻率最高的前20個 這是基於Dalutra 2002年開始 2月開始 到2021年12月 好這也先跟同學講一下喔 我們現在用的網頁的這個 TrapGPT的版本 他的資料只到2021年12月喔 接下來應該會陸續更新啦 或者是他跟微軟的病喔 成為new病的時候 聽說那個資料已經都可以更新到 最近喔 就是現在喔 那 3.5版本還是這樣啦 4.0以後好像就更新到現在 好我們還是可以參考一下喔 出現最多的 總共有 246次是32 然後第2多的是42 239次 可是我們看一下喔 可以按照這樣子然後前面 5個6個這樣子去 把它給圈形進去然後就去買了嘛 其實不建議為什麼呢 我們看一下喔 這個次數是246但是呢到20 出現次數 他也是222 246跟222其實他差不了那麼多啦 所以 至少我們從這個問題還有他的答案可以知道啊 那無法 就選前面這幾個 這樣子就去買了 因為 他們其實沒有差那麼多 至少我們從這裡可以學到這個道理 你看 19是223 20是222 然後9呢 230 230跟22其實也差不了幾次了 好 所以從這裡雖然我們不能 不建議從這裡去 填 然後去買 這幾個頻率最高的數字 但是我們可以理解 其實 相差沒那麼多 所以你 即使填了這幾個啊 然後中獎的機率也不會高到哪邊去了 我的認為啦當然不一定我的我的講法就是正確的 你們說呢 好我們看看 好 那一般我們比如說 不想 想要做一道菜啊 想要做一道菜來吃一下 比如說糖醋魚好了 那一開始以前我們都是從Google開始搜尋啦 大部分喔 那搜尋引擎 聽說百分之九十幾啊 都是用在Google 都是用使用Google 來做搜尋 比如說好我們搜尋一下Google 唐醋魚的做法怎麼做 啊 教我做一道唐醋魚Google 就會開始給你囉 然後大部分可能就是 比較容易學著做的就是YouTube上面的影片 所以Google出來的就是這個樣子 也沒錯啦 我們來看一下 那如果問希黎呢 希黎的回答 喔 還好叫我叫點進去了 然後點進去才看啊 那Google那邊 剛剛比較帥 然後呢 如果是iPhone上面的缺LGBT呢 我有把它做成捷徑 我們看他怎麼回答 喔 他真的就像食譜一樣這樣來告訴你喔 在iPhone就這樣寫出來 可是我們還希望 有沒有更好的方式 有 就是Google開外跨 缺LGBT 這邊是Google提供的喔 然後這邊呢 是ChimpGPT提供的 現在已經可以做到這種程度了喔 這是我的建議 比如說 唐醋魚的做法 我們往下看 比如說我們要問 最近 傷亡 比較 比較嚴重的 土耳其 南部還有敘利亞北部的地震喔 我們簡單來問他啊 土耳其地震好了 土耳其地震 不清楚喔 因為 然後他的剛剛我們講了他的資訊 他的資料到2021年的12月喔 所以他說最近的是2020年10月喔 這要稍微知道一下他的資料庫啊 的期限喔 這樣我們還可以 正確的去參考 我們如果換個方式呢 如果TradeGPT開外掛呢 對 Google可以開外掛 TradeGPT也可以開外掛 對我們TradeGPT呢 如果把它開外掛了會變成是這個樣子喔 其實就是利用這個開外掛的軟體 Web Access 也就是說我一樣問了土耳其地震 這五個字喔 然後加一個問號 他會給我先在 網路搜尋的結果 然後他會先列一些出來 然後呢其實列這些出來會成為這個 紅色 Ki是我在TradeGPT 上面的 代號 然後這是TradeGPT的回答 他是根據這些內容來做這些回答 所以他的回答因為我們現在網路搜尋可以到很近 比如說呢這是昨天搜尋的 Current Day 就是昨天我搜尋的 拖起地震 然後他 他大概再錄個給我 再錄成這個樣子 然後呢TradeGPT根據這些內容 然後呢 他再再錄成這個樣子 他會講2023年2月6號 然後就是 我們就得到是比較新的訊息 他是這樣過來 我再講一次喔 是從 網路搜尋的結果 TradeGPT 參考這些 然後 變成是這個樣子 這叫做TradeGPT 一開歪掛 那你就可以得到比較新的訊息 當然也只是參考啊 不一定是正確的喔 我再重複一次 這點有點重要 我們再往下看 好我們給他一首詩 然後請他評論一下好了 看TradeGPT有沒有這樣的 功力喔 萬物竟有裂痕 那裂痕是光照進來的地方 評論這一首詩 這首詩原來是 加拿大 一位詩人 他也是 歌手 那一首歌啊 裡面有這樣的歌詞 好像是這樣沒有錯 那這位加拿大的詩人 沒有錯 其實這個通常中文翻成科恩喔 不是彈鋼琴的那個科恩喔 不是綠鋼琴的那個科恩喔 但是漢字一樣科恩喔 而不是這個這幾個字喔 他的英文對了 但是 中文弄錯了吧 所以呢他還是會有錯誤喔 這個只能夠參考 但是他裡面這個解釋呢 其實 非常OK喔 非常OK喔 那有興趣的同學自己把他停格 自己看我們就不花時間 再介紹 那這些解釋是OK的喔 而且 他那一首詩中文原來不是這樣 我有稍微的 稍微的 從 編了一笑 因為我覺得這樣子比較好 但是他還是能夠 把它辨識出來喔 這首詩是誰寫的 雖然他的中文的這個意名錯了 但原文是對的喔 好我們再往下 那比如說我們問一個 倫理上面 倫理學上面的一個問題好了 功利主義 那請他解釋一下喔 欸 功利主義 請你用繁體智慧黨 然後他會講成哩啦啦的一堆喔 但是有些可以參考 有些又不曉得他在講什麼 是幸福的最大話啦 沒有錯喔 但是 是並不是只有這樣子而已 因為會進行一些比較 然後 因為這樣子 會產生一些問題 這個在前幾天我好像 記得也有問過 但是他那一次的回答 比這個還好一些喔 也就是說他的回答並不會是 那麼的一個固定文本喔 可能 我有問的 中文字 其實意思一樣耶 但是 不是每個字都是一樣 好參考 有些可以參考 有些還是不行喔 那比如說 接下來我們要講到 學日文喔 那合歌呢 日文的 比如說這裡取了 一首 在元葉平 非常有名的一首合歌喔 好 這個我一直都背起來的 百人一首也有 然後呢 他就回答了喔 不是登園定教喔 對不起 是在元葉平 這應該是古今合歌集喔 古今合歌集 收入了在元葉平 大概30首的合歌喔 非常有名 他有做了一些解釋 這解釋也是參考 因為重點他沒有說出來 重點在什麼 地方呢 然後呢 長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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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也是在教文叫 漁大雙關喔 他是跳旺的跳 然後呢 也是 下很長的雨 然後這個跟 裡面的和歌內容是有關係喔 然後有限確的東西 再去細看喔 也就是說重點 很可惜他沒跳到 然後呢 作者他好像也沒有弄個正確 但是至少他給我們可以給我們一些線索 好像也不是那麼正確 但是春天沒有錯 好 當然 QRGBT還有 他的功能不只是文本生成喔 包括編寫程式 比如說我叫他用Python來寫喔 那叫他印100次我愛你的程式喔 然後請附上說明 對 附上程式的說明 然後呢 他直接就把程式給寫出來 聽說 QRGBT寫程式的功力已經到比如說Google工程師的三級喔 但這還是 我還沒有證實啦 Google工程師三級 三級大概年薪有四五百萬台幣了 那很厲害了 但是我們相信他寫程式的功力會越來越好 那同學如果想要 學另外用語言 程式語言的話那 那也許吧可以用他來 當一個學習的輔助工具喔 然後他會講他用了Ford這個回圈 然後Nange108 所以從100到107 等等 然後用print 等等 這個 他不然寫出來 不僅寫出你 寫出來 給我們 然後呢 還給了我們 說明 天啊 還說啊 如果不要108的話你寫出要印出的字數多少還可以後面再延伸下去 喔 哇 以前寫程式都不知道 哪邊錯了 有時候真的不知道哪裡錯了如果把他送進去給他也許他就可以告訴你 怎樣錢才是正確的 變成一個小老師了 而且不用錢了現在都還不用錢喔 那只要去email還有手機登錄就可以 那你可以也可以考慮去用付費版的 每個月20美金的那個 我還沒有現在還用不用錢的 因為還在嘗試階段 好 那也可以請他擬定一個日語學習計劃 比如說我們現在 同學你已經考過m2了 然後想要半年以後考 一下m1 然後請他擬定一下計劃 可以 比如說我現在是日語簡進的m2 半年以後想考m1 其實我想測試他知道什麼叫m2m1嗎 知道 每天有一個小時 幫我 擬定一個學習計劃 然後他就告訴我們 一地一個 一到兩個月 要幹嘛 三四月五月幹嘛 哇 好像正經八百在幫我們擬定計劃 但是我看了一下 因為我是在大學教育的老師喔 通常最重要的是多做考古題 然後從考古題裡面呢去 發現探索自己最弱的 地方然後補充那個地方 補充其不足啦 因為m1考過他每一個部分有一個滴標啊 然後那個滴標過了就好 就會過了喔 應該是這樣子 應該多做考古題 那很可惜啊 正經八百的幫我們擬定計劃 但是呢 給我們加油喔 謝謝 可是呢 可惜的是 沒有我說的最主要的重點 要多做考古題 然後呢 補充自己不足的地方 好 當然同學有興趣也是 哎呀老師他能不能不能幫我們寫作文 可以 怎麼辦啊 以後作文課怎麼辦 比如說作文的題目 Albaito no Kouzai 打工打工有好有壞啦 那我們看一下 如果給他這個作文題目 他怎樣子來幫我們寫 不要用幫好了 他怎樣寫這一篇作文 如果他是學生 老師出了這個作文題目 好就給他了 Albaito no Kouzai to Yusaku 開一堆 哎呀 他真的講了 メリットと デメリット 哇 正反面啊 說出來的 他第一個 先講 工 然後呢 一步 哇 相反的 講 稅 然後呢 最後做一個總結 稍微看一下 まずAlbaito no Kouzai de nobel do まずは 収入面 が 你會有所收入喔 會賺一些錢喔 然後呢 賺一些 零用錢 還有生活費喔 然後呢 也可以 比如說 活用 自己喜歡 在 就是那個工作啊 工作在自己喜歡的 那一些行業 然後呢 實現自我 還有自我成長 喔這個都是一般的喔 還有跟社會會有所交流 這一般給我 帶給我們的 資訊是這樣子沒有錯 然後他不好的地方呢 那你太多的話 打工塔太多會 造成你的學業受到干擾喔 那時間很重要喔 所以呢 你的念書 還有工作 時間呢 要分配好 喔 沒有錯 一般我們都會這樣子提醒同學 打工好不好啊 打工正不正確啊 在當學生的時候 簡短的回答就是 會影響到你的學業 那打工就不正確了 因為學生還是以學業 為優先比較好 真的年輕的時候多學一點 然後累積下來的那些能力喔 會是以後的好幾倍 找學找活用 然後累積會比較快 哇 那有時候可能打工收入太多了 會造成浪費的習慣 喔 可以用耶 這樣的作文 一般 會給及格 而且呢 自然語言生成 他的日文流利喔 其實是非常流利的 只是要稍微做一些刪改喔 但是 問題來了 如果每位同學都這樣操的話 是不行的 就這樣子交給老師改 那個沒有用 那是 TraderGBT寫出來 不是你寫出來的喔 那個 可能要想辦法防止 但是可以參考耶 就一般 對於這樣的作文題目 然後 從以前到現在 累積下來 一般的觀念概念 建議等等 是可以參考的 不一定對啦 就可以參考 哇 而且比 一般外國留學生 在學日文來說 這樣的作文 可以及格 OK 算不錯了 忘了一下 好我們換個作文題目 華大師の夢 哇 他真的就給我們很多夢了 我要過幸福的人生 我要讓人們的生活 變得更好 貢獻在那個地方 我要保護 自然的動物 自然和動物 我要在世界旅行 哇好多油妹喔 然後都 也非常流利 天啊 這也算 很不錯的 作文 而且日文非常流利 再往下看 如果我們給那些限定呢 不要那麼多的油妹喔 不是保護自然啊 貢獻人類社會啊 等等的喔 或是世界旅行 如果我要成為 職業的作家 對 給他 一個方向 會 他就 直接就這樣子來寫 然後職業作家 你要做什麼努力 等等的喔 喔 啟程還有 還有 啟程轉合耶 起床天月 日文叫解 哇 還有 這OK耶 這也及格了 但是 再提醒一下 同學 不能直接這樣子 抄的就上去了 怎麼辦呢 往下 好 那些淘汰倆的故事呢 Momotaro no monogatari 他會先告訴我們喔 因為他的文本裡面 他的 Data 裡面有 他是日本的以前很有名的 故事了啦 然後呢 大部分的梗蓋是這樣子喔 帶著 那村莊啦 從桃子生出來 然後呢 非常勇敢啦 然後跟誰啊 去打一些鬼啊 等等 所以呢 Momotaro no monogatari 他有找到 那個來源 所以就這樣跟我們說囉 那我們給他一些 限定呢 比如說 我們剛剛講的 我們再往前看 我把我往前算了 就是剛剛的第2段喔 第2段呢 如果我們覺得他寫的太短了喔 第2段本來是 Momotaro no monogatari 他長大了 然後變勇敢的 摩天呢 然後村莊有這些 有這些他的夥伴 啊 他什麼寫錯啊 怎麼這些來襲擊啊 然後呢 跟這些人呢 跟這些夥伴一起去 出外旅行 去 打鬼喔 他這 應該有點弄錯了 但不管喔 我的意思是說 把 我們太短了 比如說剛剛他寫的 淘汰人的故事喔 他這個應該是第2段喔 我剛剛沒有特別 應該在這裡 這個地方喔 然後這個地方我們可以 有時候我們覺得 因為現在他 Trilgbt能夠一次 處理的文字量 沒那麼大 那可能大概就是 這樣子 一個量 不然他會斷掉 你當然可以這樣 夠按繼續 那比如說這個我們 請他這三行啊 在Lanson 就延伸喔 對 他很多的這個指令啊 最好是用英文的喔 因為 英文他能夠處理的 比較快 比較多 那資料庫 我都覺得很厲害 請他Lanson Lanson 什麼意思呢 就是這大概 一二 兩行左右啊 兩行的日文呢 可以再變成 這麼多行 這叫延伸喔 所以同學的作文 可能會覺得 如果老師只有這樣 的話會不會太少 你可以延伸到好幾倍啊 比如說這兩行 12345678 9 10 11 大概11 12行 大概三四倍喔 你可以延伸到好幾倍啊 比如說這兩行 比較Lanson就可以了 當然那個整個的作文的頻率啊 步調就會不太一樣 因為那邊會變得比較鬆喔 好 那我們再給他 一些 限制 就不是一般的物語喔 比如說呢 陶太郎他就有三門秘術 秘技喔 他有無限展開 水の呼吸 還有永春拳 欸呀怎麼辦啊 然後呢 他會這樣子來回島 然後他其實是日本傳統的這個名 那個名畫故事啦 那 主人公其實不會這一些秘技喔 但是 如果你要把這些秘技加進去 好吧 他就也是一樣 編寫給你 編寫給我們啊 他呢 為了要戰勝什麼什麼 用這個 Mugentengai 等等喔 然後這個怎樣怎樣 然後用Mizuno Koku 他直接在水中戰鬥 其實不一定一定要在水中 還有我會用永春拳 他也知道這是中國武術 哎唷天 然後打了那些鬼 喔你可以加一些給他喔 然後做一些改變 哎唷 這樣老師要抓 同學 直接從QRGBT 生產出來 生成出來的這些作文 就不容易抓了喔 啊請同學善用 不要惡用 好 那我們現在接下來要講一些翻譯問題 他去了QRGBT可以 現在可以處理一些 不一樣語言的文字 但還沒有Google翻譯那麼多啦 那翻譯的話 以前我們都知道Google翻譯比較強 那我們就問他一下好了喔 你這個在翻譯方面 跟Google翻譯 誰比較強 好他就回答了 做一個語言模型 跟Google翻譯 都有自己的優點和局限性 這個蠻老實的 相比之下 Google翻譯擅長處理端語和詞 單詞的翻譯 喔 並且能夠 實時翻譯喔 那在語言或日常生活中的簡單溝通非常有用 沒有錯 然而Google翻譯在處理複雜的語言和句子結構時可能會出現困難 其實這是QRGBT它的 長處喔 沒有錯 相比之下 做一個語言模型 他比較擅長處理複雜的句子結構和語言表達方式 對 就是 比較長的 一些句子 或是文章 短篇文章 因為他能夠理解更多上下文和語境 沒有錯 他是這樣子 所以 這一次QRGBT引起了廣泛討論 然後實現在 學習外語上面 比如說 今天講的學習日文 很多是可以應用了 而且幾乎是屬於益次元的一種發展 跳躍了 整個往前跳了 而且會越來越好 因為他利用了深度學習 因為他透過閱讀 還有學習大量的文本和資料 這個只會越來越多 所以他只會越來越 能夠提供我們有效的參考 不斷提高自己的翻譯能力 那現在是2023年的 2月18號 不曉得接下來 他能夠快到什麼樣的地步 好 各有優缺點 他說的其實 沒錯 我也是這麼來認為 往下看 好 那我們就丟一些東西讓他去翻譯看 比如說中文翻譯成日文 昨天的報紙 我隨便從網路上 年和報教育的那一欄 然後有提到我們的大考 當考中心 這是聯合報上面的 我隨便就弄了兩段 然後呢 今年的學測違規情形 有的人在作話 有考生 眼神飄移 浮虧 他考問英文的時候 用Google翻譯 他不知道可以用Trader GPT來翻譯嗎 然後呢要怎麼扣分 然後今年 罷考人 違規有多少 好 我們看一下 我下了指令 就是前面我其實我下了指令就是把這些中文翻成日文 然後 那就翻成日文了 大學入學共通テストの実施委員會は昨日 今年のシゲにおける不正行為について審議しました 喔可以喔 非選擇問題の問題用心落書きをする 喔 被選擇題的答案券上作話 喔 可以耶 他這個可以耶 OK耶 我們就 不花時間一個一個 唸下去 OK耶 怎麼辦呢 可能就是自己在做一些定證更正 這些他的翻譯很快 就這樣出來了 哇 這個學日文的同學或畢業的同學 如果你的公司需要你 中文翻譯成日文的話 其實這個是OK 是OK的 因為Google翻譯通常是一個短短的句子 但是他這個整個的 自然語言的大量資料庫 在他的消化 以後吐出來的結果其實是 非常滑順的 非常流利的日文 而且意思 意思OK耶 整個以翻譯的水平來說 及格OK 往下看 那日文翻譯成中文啊 那我們就選一下今天的阿塞新聞 他的 射說 我這裡打錯了 是 那個 社論 然後呢 應該是 修正資啦 對不起 我就不再改了 這今天的 然後 他的社論 修正資 其中一篇 他是有 關於 日本 有一個 有一個大學的教授 然後攻台證詩啦 然後他被襲擊了 就被 就 被不明人士喔 然後 拿東西啦 凶器來打他 然後他受的重傷 現在好像 比較好了 之後有公開出來 然後這個是 阿塞新聞的 原來的 加塞之上面的 日文 然後呢 我請他翻成中文 因為前面我也下了指令把這些 那個日文翻成中文 喔他翻成中文了 社會學者 公代證詩先生 遭受襲擊事件 警示廳 已經確定了 這一位作為嫌棄人 但動機尚未明確 他的段落沒有分得很好 但他整個都擠在一起 但沒關係 我們可以稍微走出來 喔可以喔 喔這樣的日文 然後翻成這樣的中文 OK耶 哇 是可以參考的喔 這個東西可以定格看一下 當然我沒有說絕對 就是準確啦 但是其實是可以參考 而且他的中文 中文流 非常的流利 我們再往下看 那如果我們翻譯成中文 比如說現在我在教的課程裡面 有用到這樣的一個 部分的這樣的教材喔 他 其中 第一課啊 就是 コロンブズの卵 其實中文 在那一課的時候 我會跟學生講 要翻成 格倫布的栗蛋 因為還要參考 那一個 故事喔 然後翻成栗蛋比較好 直接翻成蛋的話 有人可能會想歪了喔 好 然後呢 前面的 這一些日文喔 今年の ニュアウススピーチ コンテスト 是 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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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想歪了 日本 初時 我會想歪了 有點可惜 课分 同じような発表か 一人串類似的發言 発表 應該是演講啦 因為是演講比賽 使人感到有些厭煩 ちょっと的意思 比較文言的講法 感到厭煩 是開始 開始沒有分出來 课分 所以臭賞在這裡時能夠理解成為學生 而不是先生太太小姐 她把賞的一般的翻譯弄進去了 所以扣分 日本にきてはじめて さくらの美しさがわかりました 來到日本以後才真正感受到櫻花的美麗 加分 為什麼加分呢 對,這裡有一個句型 てはじめて 這裡一般不能翻成初次 雖然是はじめて 不是第一次的意思 而是才 怎樣才怎麼樣 哇哦 他這裡正確 哇哦 這個加很多分 因為這算是一個句型 然後他沒有受到好美的干擾 這一次啦 其實前兩天我也一樣 請他翻譯 但是他就翻成初次了 所以有時候正確 有時候不正確 只能夠參考 但是這一次加很多分 哇哦 那這樣的中文 會不會OK呢 雖然這裡有一些扣分 但是這個 有加分 算不錯了啦 老實說 但是還不是那麼的精確 還得加油 讓我們知道科技的越來越 加油 好 那我們就來問一下 這個 初めて 你知道他的意思嗎 然後他又解釋了 初めてあること 絕験された時の 描述表記 6して 這個就 不是那麼正確 他把理解成為第一次了 那我就 問 更具 確切的啦 那如果加一個て呢 て初めて 其實應該知道 這是一個句型了吧 然後這個解釋 比這個好 比這個正確 但是呢 還是有點模糊 好 我們再往下看 那我就另外照一個例句好了 妻が亡くなって 初めて そのありがたさがわかった 那 老婆啦 老婆失事以後 才知道 才知道他的好 有時候人走了 才知道他老好 哎呀 任老任怨 那個相夫教子 以前傳統的女性 其實還蠻辛苦的 其實在做一些 家庭事務啊 打掃養育孩子啊 這個都非常 非常花時間精神的 然後又不是在外面工作 又沒有錢可以領 其實這些 都是無私的奉獻 要非常非常的尊敬 所以才知道他的好啊 好 那就問他比較明顯 這裡應該不能理解成為第一次了吧 好 所以呢 正確 沒有錯 所以給他 他要比較能夠正確的來問他 他回答就能夠比較正確 但是第二段他想的這個例子 不是很好 所以要學會如何正確的來問他 好 這個才不一樣耶 這個可能真的是第一次 以前 在自己的國家可能沒有實習 如果他叫一個 好吃 那可能就有可能是OK的 這個第二段我覺得還要 再參考一下 再厘密 還要再想一下 不是那麼正確 但是前面他回答得不錯 所以要學會如何正確的來問他 好 那 如果我們先用日文寫了一堆作文 讓他來修改呢 他能不能把我們改得比較好 我們看一下吧 我就隨便亂寫了 而且寫的是用很糟糕的日文 應該錯誤比較多的日文來寫喔 同學試著看一下 好 這是我 我故意把日文寫得很亂很糟糕的喔 我大喜歡日本語 我不會講日語 但是我學日語 我學日語 是為什麼呢 是為了 我 因為愛了一上 愛了 愛上了一位日本人的女孩子 女性 然後 他的名字叫 然後 然後他 人非常好 非常漂亮 然後呢 我會還哭死爛的 愛他 這是 這是 故意寫錯很多的喔 然後我看他 能不能把我修改 因為我前面有下的指令 就是把我 這些日文呢 改成 流利 然後呢 意思不要有所改變的 正確的日文 然後他講 他改成這樣 喔 喔 可以耶 他還哭死爛 有理解耶 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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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一直寫出来了 然后他会帮我们改 日文的状况是这样子 我不想要听他语言 英文可能会更好 他听他语言 要看他的资料库 但是我觉得这样子 OK 好 我看有些同学看到这里应该很高兴的 好像得救 但是如果想得比较远的同学 可能会开始担心的 我们还要再继续努力学日文吗 答案是需要的 我们是善用这个科技 然后不要被他给打倒了 现在还好 还好啦 他虽然跳跃成 进步成这个样子 但是还是可以善用他而已 还没有到那么厉害 因为他还有一些模糊 还有一些错误 那你有一些基本概念 学了日文 学到一定程度以后 其实比较能够善用他 然后呢 比较能够精确的掌控住他 然后往正确的方向前行 好再往下看 日文作文修改 其二 所以我就问他啦 台库实乱 这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 哎呀可以耶 他为什么会知道 他是不是把中文给学过来 然后呢 自己弄成日文 然后这样子 哎可以耶 他讲了这个 对没错耶 两个人的爱绝对不会改变 我这个我就不一个一个心念哦 有兴趣的同学自己看 我觉得他理解OK耶 好那最后他有没有可能写比较高级的文章 比如说写一篇论文 学生的毕业论文好了哦 论文的功勢 请他教一下 我们再稍微的示范一下哦 比如说核子汉字 哇字啦 日文的有一些自己造的核子汉字哦 像子基 子之路口 那个字啊 峠 等等的哦 有一些核子汉字或者是 然后请他教一下 这些论文啊 那构成是什么 然后一般的构性があります 就像这个样子 背景目的重要性意义 范围性界 哦 这一般我们会这样子来写 是没错的哦 是参考的 当然不会一个都一样 但是这些参考 定义起源 历史背景 什么意思 整个过程 然后他的利用状况 然后呢 词汇特征 一般字跟词汇 研究是不一样的哦 然后他的教育价值哦 他延伞到教育方面 然后效益有的哦 他有提到一些哦 当然不能照单全收啦 但是有提到一般的看法 可是这样子 其实是可以参考的 我觉得是 可以参考 然后应该要参考 但是不能照单全收 可能你越 论文功力越高的话 可能就是会越有自己的 不一样的地方 会有自己的独特的地方 然后跟他一样的 可能就不会那么多 但是这边要能够 掌握住过滤以后 哇 这个可以参考耶 好 以上就是这次介绍给同学的 ChairGPT 它的简单的介绍的应用 还有在学习日语上面的应用 是这个样子 然后在2023年的 2月18号的今天 也可以应用到这些方面了 我是觉得 它整个是跳跃式的前进哦 而且对于学习日语 不管现在正在学日语 或将来要学习日语 或者是已经毕业的同学呢 你们都对你们来讲 应该是有所帮助的啦 比如说中文翻译日文 或者是把日文 让它帮你修 改成比较流利 滑顺 然后比较正确的日文 等等哦 这边是可以参考一下的 好 以上是今天的这一段影片 我的讲解 谢谢各位的聆听哦 我是何心泰 再见 Good night and good luck 哦 不一定是9 哎呦 good day 原来是下午啦 good day and good luck 再见哦 有缘再见哦 拜拜